2023年4月18日12时57分 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接警 北京长丰医院住院部东楼发生火情 接警后 消防、公安、卫健、应急等部门 急赴现场处置 13时33分许 现场明火被扑灭 15时30分 现场救援工作结束 共疏散转移患者71人 截至18时 经转院救治无效 21人不幸死亡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